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您知道台湾的灭绝师太黄小虎还有萧黄奇要带来美国的趴辣酒店唱歌给我们听了吗 在今天天下纵横谈里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新势力的负责人 也就是好冰冰冰冰冰姐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黄小虎还有萧黄奇 嗨大家好我是冰冰今天很高兴可以来上舌令的节目 嗯冰冰您好我想要赶快请问一下您对黄小虎还有萧黄奇的认知大概有多少 其实认识萧黄奇已经很多年了因为她以前在台湾出第一张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菜鸟主持人刚刚出来当电台DJ 那她那时候是在可登唱片 OK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唱歌好好听哦 而且呢她就是唱歌那种渲染力爆发力很强 非常强 对对对而且她是一个很阿萨黄奇的人 哦真的所以您有personal认识她 对对对我跟小虎姐其实蛮熟的 像我如果回台湾的话我还会去她有助唱的PUB和她演唱 OK 对那基本上呢我觉得她就是那种跟大家在现场互动效果非常好的 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不认识她可是我知道她的歌呢也是从比较后期的上 没那么简单啊这些歌举开始所以我也觉得她是一个比较冷酷的 因为大家都叫她灭绝师 灭绝师 对所以她到底personally应该是怎么样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重义气的人 对而且她是一个很其实很温暖的人 对那她呢基本上像一些新人啊什么她都很乐意带大家 然后呢她在现场她在因为她在PUB里面唱很多年了 所以她很能够掌控跟观众的互动 对像像我去台湾就看到她在PUB里面演唱的时候 她都会跟大家不管大家点歌也好啦或者是有一些 大家有什么一些反应现场的反应 她的反应非常快 因为她毕竟在PUB里面磨练这么多年了 所以基本上你看她唱现场那种感觉跟听CD是不一样的 可是其实其实听CD就已经非常有渲染力啦 你就会觉得她那个歌声已经无以远佛界 已经穿透墙壁到隔壁去了 对而且像她后期像刚才Seline讲 因为Seline比较年轻 所以听到是她后期的歌 简单不简单这些 那包括她最近的这张新专辑 对就变成说她的歌里面都写到了每个人生活里面 尤其是很多女生的感情世界 而且心里面对 可是她唱出来反而会觉得有一种更沧桑的味道 没有错 对不对 所以对于一些女生的一些心路历程来讲 就是那种喝醉啦 然后点根烟啊 听她的歌啊 然后泪流满面 这样非常触碰 您刚刚有提到啊 其实冰冰姐在PUB唱歌 其实唱了非常多年的经验 可是其实PUB它是比较小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一次PALA她的演唱会 这样演唱的座位大概有多少人 PALA这个Ballroom大概可以有两千人 那她基本上她是一个像弧形这样子的 所以基本上你就比较可以能够 各个角度可以看到她 那当然这个两千人的场地 说大不是很大 说小又不是很小 那小虎姐会掌控现场的这些气氛 跟大家做互动 对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那一天 大家除了听到她现场的爆发力之外 你会看到她跟大家的互动会非常有趣 她是那种很阿萨利 然后她可能说 欸小蕴我给你讲啊 哈哈哈哈 来你一杯 她是这一种 她就大家可能有什么要求对她 她都会很有趣的跟大家一起互动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期待的 哦 OK 可是其实在PUB里面啊 就是你真的亲身感动到小虎姐她唱歌的感觉 跟在坐在两千个座位里面 像您刚提到那样Ballroom的感觉 应该还是不太一样吧 对没有错 那再加上这次还加了肖黄旗嘛 对 对我相信大家如果看我是歌手 是 对不对就会看到肖黄旗她的那种现场演唱的那种魅力 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肖黄旗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 虽然她眼睛看不到 对 但是她的心方面非常的阳光 嗯哼 对所以她在现场她也会带给大家 你不要看她她还蛮是那种冷面笑匠 哦真的吗 对对对她也很会开玩笑 真的 对而且她不介意就是 你开她玩笑 你开她玩笑 对所以我觉得她就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正面的人 那她们两个因为是同一家经纪公司 对对对 所以她们之间的默契很好 因为她们彼此很熟 哦对 那冰冰姐我一定要赶快偷问一下私人的问题 那你觉得肖虎姐跟肖黄旗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为何 因为您刚刚提到 其实肖虎姐她是很阿萨里的 对 可是那肖黄旗又是那种冷面笑匠 一个阿萨里的人跟一个冷面笑匠 这样子的互动会有磨合吗 因为其实肖虎姐她是属于比较主导性的 哦 但肖黄旗会很能够配合 真的 对 肖虎姐看起来就是那种有主导性的女人 就是那种女强人那种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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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们一搭一唱也配合得非常好 没错 可不可以再透露一下 知不知道她们这一次的曲目是什么 大家都好奇 曲目的话呢 基本上我想肖虎姐她成名的一些歌曲 比如说像是以前我当DJ的时候 那时候她有几首歌 像比如说不只是朋友 这可能就她早期的歌 那当然后来的简单不简单 包括现在的什么重来你老了这些歌 只要是很经典的歌她都会唱 那肖黄旗当然你是我的眼啊 对 在我是歌手上面有唱的歌 她应该现在也都会唱 所以这次应该是非常期待这样的演唱会 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歌 早期或是晚期或是现在的歌 通通都网罗在一起了 对 那当然听唱歌听演唱会这些人 不管是比较年长一辈的或是年轻一辈的 或是现在才认识黄小虎跟肖黄旗的 都会想要去听听看他们演唱的实力 对不对 通常来到美国演唱的这些歌手们 都是单枪匹马就来了 这次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冰冰姐 对 其实雪玲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一般来讲 除非你在local的这种6000人的场地 可能她会整个世界巡回 她会带自己的原班人马过来 一般来讲像赌场的秀有很多可能就是配备比较简单 那可能会用当地的乐手 可是这一次他们这一行人是他们的有二十几个人一起来 对 所以他们包括乐手的部分 包括一些音控的部分 其实他们都有自己专属的人一起过来 所以是二十几个乐队一起这样子过来 就为了办这一场演唱会 对 他们在旧金山还有一场 对 可是我的意思是洛杉矶就只有这一场在pala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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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以在赌场来讲 他们的编制算是大的了 那所以也就可想而知 那乐手各方面跟她的配合一定是更有默契 对 那冰冰姐 你做了这么多不同的演唱会 所以那您看起来 跟当地的乐手配合 还有跟自己带来的乐手做配合 除了就是默契上的成熟度不一样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是您会觉得 其实带自己的乐手来 会觉得这个场面更浩大一点 因为我想这当中 因为现场演唱会 就是发生很多现场的一些 你不可预期的事情 他们能不能够接得招 接得住 那这就是看他们平常 因为他们如果在世界各地 他在内地 在台湾 在各个地方唱 都是这一批人的话 他不管现场发生任何事情 应该该遇到的所有的情况 或者是一些爆点 或者是一些精彩的地方 应该各个地方都会发生一些 所以他们已经是完全 行以为常吗 对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会制造出很好的效果 所以这就是除了在音乐伴奏专业方面的配合之外 我觉得是现场的这种互动默契 这个是绝对是100分的 其实看演唱会不就是这样子吗 因为说实话你就是为了要去看这个歌手 听他现场唱歌那个感染力之外 你要觉得Oh my god 我跟这个歌手其实是有connection的 我connect到这个歌手了 所以才会觉得我这么喜欢这个歌手 PALA那个场地我是没有去过 敏敏姐您对PALA那个场地啊 像它的音响啊 灯光啊 声音效果啊 这些感觉起来又是什么样的不同 我觉得其实PALA她的在这个Bone Room里面的这个音响效果灯光 其实是蛮不错的 那再加上呢 我觉得现场 因为2000人其实就我们刚刚讲的 也不是太大的场地 所以你可以跟歌手之间 她可能下来走一走 绕一圈 Yes Oh my god 好好哦 可以摸她一宝 对啊 只要可以握到手 我觉得我都会很开心 没有错 没有错 那加上小虎姐我相信她会 现场制造很多一些效果吧 对 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 你那是个哈哈笑的那个效果吗 对 那种效果也好 或者是跟大家在互动当中 她可能还会找出一些好玩的点 对 所以我是蛮期待的 大家都很期待 其实我觉得大家期待的是 怎么会把黄小虎还有小虎姐放在一起 这样的奇怪的另外一个爆点 另外一个效果 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地方 对 还有就是大家是要从这里开车去PALA You know 会不会觉得路程有一点远 真的值得吗 对 说实话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们很贴心的服务 我们也有巴士 Oh good 有巴士 大家就好像去 好像去郊游吗 不一样 然后呢 去那边然后看一看 然后吃吃喝喝 对对对 因为PALA那边的吃得非常好 他们的buffet非常好 哦 真的吗 对对对 怎么说非常好 就是我们去吃过Vegas的咯 然后我们做PALA的秀 我们也去吃他们的buffet 我觉得他们buffet太赞了 绝对不会输给Vegas的 真的吗 对 可是你不会觉得 那我先personal的问题 你都是演唱会之前吃 还是演唱会之后吃 因为演唱会你要做很久 我们一定是之前一天去 saddle就先吃了 对 所以你是 我是可以享受的 very well prepared 对对对 不要当天去哦 你去当天去听演唱会的话呢 可能就会 you know 有一点太急 太赶 太忙了 对不对 你要先前一天去 对 全部saddle好之后 先用一天来吃 对不对 吃完了之后 第二天 very relaxed的去看演唱会 对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就像 比如说他是坐巴士 就当天去 那因为这个秀是五点钟开始 是 因为是礼拜天的 五点钟开始 所以呢 你看完演唱会之后 大概差不多七点钟 你就可以去吃巴菲了 I know That's what I'm asking you 我就想说 奇怪那我到底应该是要早一点去 先去吃完了 可是我要在那边坐两个小时 会不会觉得太饱了 就坐在那边两个小时 只有看演唱会 还是应该看完演唱会之后 再去吃 我觉得应该看完演唱会之后 再去吃吧 大块朵衣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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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们那边 如果说像 像雪莉这样 哎漂亮女生 那我们在那边还可以多待一天 不要那么赶着回来 对不对 他们那边的SPA也很好哦 哦真的吗 对他们的SPA也很好 然后他们的房间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曾经问过他们 我可以买你们的枕头吗 哦 因为我觉得他们枕头好好睡哦 有的 其实Las Vegas 它是有在卖那个枕头的 可是我不知道帕拉有没有卖 他没卖啊 我问过啊 你可以把它偷回来 他就charge你的credit card而已 还是不要这么做 对啊 所以他们那边的房间也很好 OK 所以其实像房间呢 还有像其他SPA啊 或者是其他 整体的设备 在帕拉里面的设备呢 我们就要下一节的天下纵横坛 再回来告诉大家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 到下节纵横坛里面 我还要继续告诉你 其实帕拉的设备非常好 可以让你吃得非常开心 玩得非常愉快 而且听得非常悦耳 待会回来